就是呢 我们最后一次 他没有判断 就直接跟你讲说答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需要让他再回去一次 所以回去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怎么样 把次数加一次 但是问题他有个问题 他就在info这一次 所以让他进来 可是不要让他猜 不要让他猜 不要让他猜 怎么不要让他猜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能会需要 直接在上面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可能下面这个要变成elf 因为他就是退位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底下就是要让 让这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让他多进来一次 可是呢 我要让他多帮我判断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如果他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应该是012 当这个i的词 如果i的词等于多少呢 等于2 意思是说他是最后一次了 而且 而且的话就end 而且呢 什么呢 那个 他猜错了 g什么呢 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 惊叹号加一个等号 不等于RND OK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呢 那就跟他讲说 什么呢 你答错了 把这个什么 搬到这边来 那这个L10 就怎么样 拿掉就可以了 他另外的话呢 还要多一个动作 到这边为止 把它break掉 好了 答错了吗 OK 其实不break也OK 这如果不break可以吗 好像就跳了 所以这好像应该 这个可以拿掉 我忘记我为什么 那时候加一个break OK 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意思是说 我让他多跑一次 然后多设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就是说 当他是最后一次 所以这个i等于0 意思是说 他是最后一次 猜最后一次 而且猜的最后一次 是猜错的 g不等于 rnd不等于 那就跑这个 那反之的话呢 当然呢 就是 反之就猜对了 OK 那他大于小 这个应该不会 试一下 理论上 这个print也知道print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的这个问题 输入10 20 反正是20 我再猜 乱猜一次 12 太低太高 然后20 那他会怎么样呢 诶 最后一次了 所以他就是 他会 enter的话呢 他又回来了 然后就 最后一次了 就是i等于2 应该跑这个 另外的话呢 看有没有 可是我这边应该是 g应该是等于哦 等于的话 应该是要跳这个 恭喜答对 我们看一下 恭喜答对 恭喜答对 BREAK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 假如说我猜 最后一次也是猜错的话 现在出入10 9 然后出入8 最后一次了 我猜错好了 输入6 OK 好 这样子 那会不会是对的呢 看enter 有没有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为这个 那显然这个应该是 OK的 所以我刚刚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在上面这边多加一次 就是最后要再拉回去那一次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多一个逻辑筛选的条件 就是当他是最后一次 而且他没有答对 那我才是输出这一个 OK 那反之他答对就是BREAK掉 那就没有问题 多一个筛选条 那当然相对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所以等于是最后这部分 其实就是训练各位可以再去思考 很多很多的状况 你才有办法去写个游戏 游戏里面其实就很多很多的条件 当然你将来猜数字 你也可以不是这么简单 1到20 你可以1到100 1到更大的数字 对不对 然后让他去猜 然后另外的话 还可以猜的限制次数 还可以过关 比如说第一关猜比较少 第二关第三关 越猜越多 这个可以杀时间的 最后可以把他的记录储存起来 甚至还可以计算他猜的数时间 甚至还可以把最后的结果 放在云端上面 跟其他人比较看看 谁的排名最前面 对不对 其实就可以有简单 这游戏不用想那么复杂 你看反而越简单的游戏 越多人在玩 那个什么 我看之前玩Candy 俄罗斯方块 也是很多人在玩的 你反而太复杂的 反而人家 除非是那个线上游戏 不然其实一般也就 不需要把逻辑弄得那么复杂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另外一个也是猜的游戏 这个游戏是什么呢 猜英文 英文十二个季节 有没有 这个十二个季节单子 应该大家都会 只是说我们要训练一下 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怎么样 请猜一下 乱数抓一个 这是几月呢 OK 就很像英文单字在测验 这是什么单字 只是说因为刚好这个是几月是数字 所以我们就直接输入数字 假设输入三 Enter 答错了 这一样也是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如果答对的话 你答正确 很简单 怎么做 OK 所以其实这些都可以套在别的地方应用 就玩游戏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拆数字游戏 改写成 有没有 这个样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已经有一点点难度了 所以 如果你有些细节 还是没有非常清楚的话 其实不妨 这个可以 就是说再把它 花一点时间 再试做看看 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别的解法 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有时候这样 写程式就是你把那个解法写出来 还要再做测试 如果多测试个几次都没有问题 那表示这种方法是行得通的 OK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想想看 怎么跑 那个逻辑 那个程式 那个 这个 怎么去run 会不会更简单 目前我想到应该这个方法最简单 如果你有想到更简单的方法 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提出来 喇ensed 谢谢大家